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道卡斯与中平地的意思 清朝末年时 一发音改为苗栗 并沿用至今 踏出苗栗火车站后的第一印象是 很悠闲 空旷的圆环 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 商家三三两两 完全感受不到身为首都的气势 可能因为我们是平常日的白天来的关系吧 虽然说苗栗是另有热闹繁荣的地方 但还是吓了我一跳 然后风爆炸大 我们的镜头被吹得一直晃 并不是小编烟抽太多手在抖 苗栗铁道文物展示馆 就位在苗栗车站的旁边 2003年4月完工 钢棚下展出许多上个世纪560年代 在台湾使用的火车头与车厢 最早甚至有1913年就生产的蒸汽火车头 超过100岁了 很有历史感 除了蒸汽火车之外 也有柴油车 各式客车货车 阿里山森林铁路曾使用的豪华高级车厢 甚至还有这辆小巧可爱的台塘寻道公务车 铁路迷来这里应该会相当开心 对一般游客来说 也是等火车时打发时间的好地方 但因为现在这里是由苗栗积物分住所战时管理 人力不足 拥有更多古早展品的投媒练习场 不对一般游客开放 蛮可惜的 2014年时 台铁曾经好几次计划 委托民间经营来活化这里 看来是罚人问津了 苗栗市规划的最完整的景点就是公围续隧道 它是在1903年就落成的铁路隧道 已经118岁了 在1998年以前 公围续隧道都是台铁西部纵贯铁路山线 所使用的单线隧道 退休后在2003年再度开放成为旅游景点 以隧道为中心 政府用心规划了许多油气设施 我们是从隧道南边 不知道为什么星期二不想服务旅客的旅客服务中心开始 往隧道方向经过一条走起来很舒服的步道 其中有平日游客不多辛苦坚守阵地的市集 有一座猛一看以为是坟墓 但其实很厉害的百年土地公庙 有一列1960年代的柴电火车头与普快车厢 并且很贴心地在列车旁建立一座平台 让游客可以不用跳来跳去就很方便地看到列车内的景象 隧道本体保存得很好 全长400多公尺的隧道 看不到镜头 搭配七彩LED灯 各种颜色交错变化 真的非常美 唯一就是小朋友的歌声加上回音听起来有点毛 但我最期待的还是万圣节主题啊 隧道里放干兵家 妾女优魂主题曲变成大逃杀隧道 好啦没有这种东西 北侧隧道口是少见能保存至今的红砖隧道外观 像城堡般的造型也很特别 上方还有落成时的台湾总督儿育袁太郎提的 宫围序三个大字 虽然因为土石崩塌挡住了一部分 还是值得一看 从宫围序隧道北口出来就是猫里山公园 这是天然形成的苗栗市最大公园 其中有许多景点与设施 是苗栗人最重要的多功能游戏场所 例如为纪念抗日制式罗福星 曾经在苗栗成立同盟会支部而立的罗福星像 还有我想破头也不懂 跟苗栗有什么关系的国君第296师 剿匪阵亡将士纪念碑 赖氏结效坊很屌 19世纪时 苗栗有个女生叫赖四娘 没出生就被指父为婚给了一位举人 但她14岁时老公就挂了 她没有改嫁 一路守寡到82岁 守了68年的寡 在她晚年的时候地方政府承报 清廷建了这座结效坊表彰她的真洁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不觉得女性贞洁是需要被表扬的美德 但任何事能够坚持一辈子都相当令人佩服 毕竟我打这篇稿中间已经出完了两次三国制十四 跟一次真三国无双八 所以不但清朝统治台湾时期几乎每任首长都会来提个字 甚至连日制时期日本帝国也跑来表彰立碑 她身后也真的是埃容被制了 猫里山公园里还有一座与日本有关的设施 就是苗栗忠烈祠 它的前身是1938年落成的苗栗神社 神社本体已经在二战后被拆除改建了 不过从门口的基座与环境格局 还是能够依稀辨认得出来 苗栗工艺园区立属于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除了开放给一般游客的展览之外 也有包括蓝染 金工 陶艺等不少艺术家进驻园区内从事创作 园区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可爱 我们联络参观时他们一直说 哎呀哎呀可是我们有在施工外面很丑 怎么办怎么办 好啦好啦知道啦 不要担心帮你们补一张没施工的美照可以了吧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档很酷的装饰陶瓷展 苗栗很早就开始发展陶瓷产业 民国59年时日本陶瓷业劳力不足 便来苗栗寻求技术合作 使苗栗成为台湾最大的装饰陶产地 现场展出的装饰陶作品 做工非常细致生动 购买插画授权 再做出原画中没有的各种立体细节 让人印象深刻 玉清宫是1917年落成的道教寺庙 主寺三恩主观云长 吕洞宾与造神 我觉得玉清宫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是在玉清宫园中 高25公尺的关公像 虽然MGV表情很有喜感 但在都市中堆出一座山来 确实挺雄伟的 过往似乎是可以沿着阶梯 进入假山与神像内 但现在入口封闭 无缘得见 第二个 是玉清宫园豪气的戏台装饰 有巨大的喇叭 巨大的钢琴 巨大的吉他 巨大的曲绝与毛笔 反正什么都要大就对了 我看着感觉怪 又讲不出到底哪里不对 大家是赞啊 第三个我觉得最屌 玉清宫里有 升横昌现实特卖的 玉清宫接待中心啊 宣传力排 关公旗甚至LED 看板一应俱全 想要为出国不用搭飞机 来苗栗玉清宫就好了 因为商场里不能拍 我们只拍了外观 反正里面是香水 名表 特产 电器 你想得到的免税品应有尽有 进门还要检查包包寄放起来的认真卖场就是了 想起来确实 神明们也没有歧视商业啊 做生意哪有什么问题 就别说财神了 道教也是各种行业的守护神都嘛有 好像是没什么不对啦 可能我真的太少见多怪了吧 苗栗市作为苗栗国的首善之都观光资源意外的少 相比起苗栗县其他几个以观光文明的乡镇 存在感有些低落 甚至在交通枢纽苗栗火车站附近 也只有两家年代久远的旅馆而已 苗栗市近五年来 是全台湾人口流失率最高的县辖市 在苗栗县内也即将输给竹南 县里人口仅仅排到第三 未来让人担心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讲文亲笔你爱台湾 有什么意见记得留言跟我说 拜拜